大家好,我用这个贵妇膏给自己简单的化个妆,抹了点口红,一会儿美美的给大家分享一下 过年的时候给自己和妈妈妹妹买的几条小围巾,大家看看我戴上哪个好看 六条小围巾,是方巾,65乘以65的啊,可以对折上,拿它当围巾也可以当个胚肩,当胚肩就可以这样使用 当围巾呢,就反过来用 这个有一个小瓷扣,金色的小瓷扣,特别喜欢这小瓷扣,也不用记了,直接一搭就行了 我给大家穿上我的大棉袄啊,天天穿的 我这个很普通的一个大棉袄,如果过年的时候您穿上羊绒大衣 或是泥子半大的啊,更有气质了 这个围巾是回字格的,感觉是端庄大气,还特别有气质是吧 并且呢,百搭,你配什么样的衣服都好看 你看我就穿上一个大棉袄,也不难看 给大家试第二个,这个是腰果菊的 这个是腰果菊的 整理一下 腰果菊的显着人皮肤特别的亮,是吧 显年轻,尤其过年的时候 如果咱们是深色的外套,配上这个腰果菊 显着我们就年轻了好几岁,非常的漂亮 第三条是字母菊的,比咱们这个腰果菊的这个颜色呢 要淡一点,但是穿上以后是不是显得脸特别漂亮,是吧 喜欢这个颜色的啊,选一条就行了 这第四条,是骏马的啊 看看万马奔腾,也预示着我们2024年啊 马到成功,我给大家戴上看看啊 它的色彩比较丰富这个 好看不好看 这点蓝色的啊,特别提亮 显年轻,而且很时尚,洋气 这款啊,我是特别喜欢的啊 这款我真的特别喜欢 这第五款,是花鸟米啊 给大家戴上看看 这是一个特别素的颜色 有那个,我们那个国风的气质啊 我就感觉戴上这个以后啊 特别阔气,端庄 然后有一种贵夫人的那种气质啊 我不知道大家跟我的感觉一样不一样啊 这个颜色,如果春天戴也特别的漂亮 最后一个,第六款 是千鸟格的啊 这是一个经典的一个千鸟格 不管哪个年代啊 你就是倒退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 你戴上这个,它也特别有气质 到现在也是,我也是特别喜欢的一个 这个款式 说良心话 这六条啊,我都挺喜欢的 没有不好看的围巾 只有不好的搭配,是吧 过年的时候呢,我会留两条 剩下的比妈妈妹给他们,让他们再挑挑 网友们可以给我提个建议 我留哪条 我会把这个号码打在咱们这个视频上 大家给点建议 我也把它的购买链接放在橱窗里 也放在视频的下方挂个小黄车啊 大家呢,可以喜欢的自己去下单 我会把这个号码打在咱们这边